舒适区,顾名思义,是指我们感到轻松自在,假轻就熟的领域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任务,不会感到任何压力或挑战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成长和进步,就必须走出舒适区,进入冒险区 冒险区,是指那些让我们感到有挑战,有压力,甚至有些不安的领域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任务 然而,正是这种挑战和压力,才能让我们成长和进步 走出舒适区,进入冒险区,并非易事 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安,烦躁,甚至想要打退堂鼓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克服这些挑战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舒适区已经扩大了,我们也变得更加强大了 在这个时代,相对于以前,扩展舒适区变得更加容易了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 结识新的朋友,体验新的事物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课程,书籍,视频等方式,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可以通过参加社团,俱乐部等方式,结识新的朋友 我们可以通过旅行,冒险等方式,体验新的事物 扩展舒适区,不仅可以让我们成长和进步 还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当我们走出舒适区,我们会发现,世界是如此广阔 有如此多的新鲜事物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如何走出舒适区? 设定目标 想要走出舒适区,首先要设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可以是任何事情,比如学习一门新语言 参加一场马拉松,创业等等 有了目标,我们才有动力去走出舒适区,去克服挑战 分解目标 将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这样会让我们更容易实现 例如,如果你想学习一门新语言 你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学习十个单词 循序渐进 不要急于求成,要一步一步来 如果你想参加一场马拉松,你可以先从跑五公里开始,然后逐渐增加距离 寻找支持 如果你感到不安或烦躁,可以找朋友,家人或导师寻求支持 他们可以帮助你克服挑战,让你更有信心走出舒适区 不要害怕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 如果你失败了,不要灰心,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然后继续前进 走出舒适区,进入冒险区,并非易事,但却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如果你想要成长和进步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那就不要害怕走出舒适区,去迎接新的挑战吧